总统赖清德刚上任解放军就进行环台军演 TVB询问美国国务院对北京行动的看法 以及是否担忧只要有美国代表团访台 解放军就军演的新常态 一名不具名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以背景说明的方式回应指出 对于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及台湾周边联合军演的报道 表达关切 美方密切关注并且和台湾密切协调 美国强烈敦促北京保持克制 并且重申台湾的政治过渡是正常例行民主程序的一部分 中国不应该以此为借口或理由进行挑衅或胁迫 中方行动有紧张情势升高的风险 并且破坏数十年来维持的区域和平稳定 美国对自身目前在区域内的部署和行动有信心 可以确保和平稳定 同时履行美国的国安承诺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的回应和国务院相同 但是多了一句指出 中方的行动是鲁莽的 至于美方是否会派遣航舰在台海周边监控局势 美国国防部表示 不对未来的行动做评论 TVBS新闻嘉辉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